相比起之前,這次徵求意見稿將限行範圍從全市行政區域調整為中心區的部分區域 可以說是縮小了不少 各個不同區域的街坊們對此又有什麼看法呢?繼續看《滴滴記者》《小白》報導 廣州市御秀區小北六比輪繁榮的橫市東和小北雙圈 周邊有多個大型社區以及中小學 雖然這裏地處中心城區,公交和地鐵都非常發達 共享單車投放數量亦都比較多 但依然有不少街坊選擇用電動車來解決最後一公里的出行問題 對於使用者來說,電動車又快又方便 但亦都被其他人群帶來了麻煩 譬如行盲道的時候遇到難路虎的視像人士 被後方電動車特襲的小車司機 對於他們來說,這些不守規矩的電動車就好像城市交通的環質 記者對照了此次徵求意見稿中的電動自行車限行範圍 發現小北路被劃入其中 對此有街坊表示非常支持 當然支持,禁止 規矩舉舉舉當然無所謂 去不去不規矩 支持反對對口禁止 亦都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 認為限不如管 暫時接受不了,因為太方便了 之前都說不准行 每個人都認為這樣 監管就可以了 不要說禁止 還是有一些制度規定可以起死 起死吧 不能坐一桌車 經常騎共享單車出行的羅女士認為 中心城區很多地方 確實不具備電動車的通行條件 車使用者的安全意識也不夠 如果以管代限,一定要完善這兩方面的問題 民生也要照顧 安全也要一起來抓吧 我感覺到是這樣子 場記者走訪了天河區華觀路一帶 對比小北路 街坊使用電動車出行的需求更為迫切 你四五公里坐地鐵,坐公交半個多小時 你騎個電動車也就十幾分鐘 那肯定是電動車方便 公交有啊,只是不方便 單車呢,共享單車 有吧,不過我住那裡很少 這個地會找不到的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天河岑村的天河志偉園 可以見到這裡大部份的街坊 都是選擇了電動車出行 在萬科廣場的門前 就可以見到停放了一排這些電動車 那這個區域也都很少有共享單車的投放 另外,造成一個電動車比較多的原因 還有就是這裡的地鐵站是比較遠 走過去又熱又累 而且這裡的公交車站也是比較少的 不過我們可以見到,由於這個雙圈是比較新的 所以在規劃的時候已經是預留了這些電動車 單車和這個人行道 所以在現場並沒有見到一個人車爭道混亂的現象 秩序是比較良好的 那麼今次的這個徵求意見稿裡面 天河神村也都沒有在這個中心城區行行的區域裡面 如果能全部都可以就行了 目前對於中心城區電動自行車的限行範圍 正公開徵求社會公眾意見 市民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反規 廣州交警、平安廣州、微信公眾號 將適時通報並解讀相關措施 廣州的電動車數量已經越來越多了 與其禁而不止 倒不如制定相關的管理措施 當然,這個當中涉及到的問題還是比較多 現階段還在徵求意見階段 各位市民如果有自己的想法、想法或者看法 也可以向交警部門反映 而我們接下來的這幾天 也會繼續關注這方面的問題